好,下面我们来介绍内存计算的需求 我们前面学到的MapReduce 应该说开创了大数据处理的一个时代 那么在2004年 谷歌发表了他的MapReduce论文以后 整个业界都为之轰动 雅虎公司为首的公司呢 牵头开展了开源社区Hadoop的开发 那么Hadoop呢 实际上就是MapReduce的一个开源的实现 那么MapReduce它的成功之处在哪呢 那么首先用户只需要编写串行程序 系统呢能够自动的进行并行化和分布式的执行 另外呢我们刚才也讲到MapReduce 它可以做到自动容错 而且它还可以做到自动的附载平衡 也就是说如果说某一个任务执行的时间很长 那么系统可以自动的把这个长时间执行的任务 把它分配到一些新的节点上面去执行 这样的话呢使得比如说这个任务执行很长 它的原因呢是由于这个节点能力比较差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任务放到一个新节点上去执行呢 就使得这个一个比较快的节点去执行这个任务 使得它也可以尽快的结束 另外呢如果说某些节点原来给它分配的任务 它很快就执行完了 那么它可以再要到一些新的任务来执行 所以MapReduce呢就可以让用户不用去考虑容错 负载平衡和并行化执行同步等等这样的一些非常繁琐 而且很容易出错的问题 而只需要集中精力呢编写串行程序就好了 但是MapReduce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它仍然不能够满足用户对大数据处理的所有要求 那么用户在用了MapReduce以后呢 实际上会发现它还有一些新的需求 MapReduce不能满足 比如说用户会需要一些更复杂的多阶段任务 也就是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像我们说的PageRank WordCount这样的一些简单的任务 而是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多阶段任务 比如说K-Means 比如说最短路径等等 像这类问题呢 使用MapReduce 单个MapReduce任务其实是很难解决的 它要么采用迭代的方法 要么采用多个MapReduce任务集成来完成 那么用户呢 也不希望说我们提交一个MapReduce任务以后 需要等上几分钟 甚至几十分钟 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够拿到结果 我们现在很多大数据分析呢 非常希望能够做到交互式的查询 也就是说我提交了对大数据的一个查询和分析任务之后 我希望能够在几秒钟到几十秒钟的时间内 能够返回结果 那么这样呢 MapReduce就很难满足这样的要求 MapReduce的局限性 为什么它不能够满足这个要求呢 我们在这列了它的三个局限性 第一个是它的表达能力有限 它只有Map和Reduce两种操作 但是我们知道实际上 我们需要很多其他类型的操作 比如说Filter 过滤 也就是说我们可能要从一个数据集中找出符合某种标准的子数据集 也许我们需要把一个数据集和另一个数据集合并起来等等 这些操作呢 在MapReduce中呢 都没有直接的定义 通常需要通过比较复杂的组合才能够完成 另外呢 复杂的任务通常需要迭代的MapReduce 这样就需要将中间的结果呢 保存在硬盘上 而这样呢 就必然产生大量的IO操作 我们前面讲过 一个随机的内存访问 比一个随机的硬盘访问呢 大概要快十万倍 但是即使我们能够做到这个不是随机的硬盘访问 而是连续的硬盘访问 IO操作呢 还是会造成性能的局期下降 还是比访问内存要慢两到三个数量级 那么引入的IO操作过多呢 就必然产生一个结果 就是它的性能比较差 因此呢 只能做离线分析 很难支持数据的交互式查询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